啊你說你要說他有風險對不對 當然會有風險啊 我們現在就挑戰這個風險不知道 那我這樣打過我覺得很爽啊 我可能花的時間稍微比較長一點 有可能他們叫骨灰瞬間打死我不知道 他可能農半天回來砍兩下就死了 過來看我怎麼在打那麼久 怎麼回來再打啊 啊不是啊我打法的狀況跟他們不一樣啊 我打一開始的大樹守衛 大家都是騎馬的 那我我用步行打過啦 那我下次去打他我用步行就還是打得過啊 因為我還記得怎麼打 那我就可以不要用馬去打啊 這是樂趣嘛每個人樂趣不一樣啊 你可以選擇輕鬆的打法去打我可以不要啊 這樣子就很有成就感了你不覺得嗎 那我如此 就是看來不準備的 你說什麼 看來不然 算是嗎 你怕不注意 這一次 給你加油 你別管 幫你 說吧 你先把有一個場景 那你就加油 你快點 你要不要 你 nunca 什麼 這個水炮要提前閃 好的 呼 呼 他這樣是不是過了 那這樣子不行嗎 這是不是我也是過了 為什麼不能過 我成功了 我可以留一個好 留一個岩在地上 我成功了 我很爽 我用雙爪 我用雙爪過了 不好嗎 這不是很好玩嗎 為什麼一定要用骨灰 為什麼一定要用 你們看到其他實況主的打法 為什麼一定要去農 我就覺得沒有必要啊 反正就這樣打嗎 那一段期間內 如果可以再爆一次血 他就差不多了 就會像剛剛那樣剩一點點而已 你知道我閃這裡已經閃到快要膩了嗎 本來就被打到了 本來就被打到了 本來就被打到了嗎 不過沒關係 食物機率不高 而且上下馬現在也無敵判定 靠腰喔 靠腰喔 送分體來了 送分體來了 不要不要升天 不要升天 幹 不要升天 差一點點 再砍多一點血就好了 唉唷 可以跳捏 唉 沒有砍到 出來吧 出來吧 唉 等一下 唉 過了 嗚 哈哈 過了 他說是沒開小門路 我等一下死了 再回去再看一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在講哪裡 你們可能 你們如果要止路的話 你們要講得明確一點 不然我不知道你們在講哪裡 實況會有延遲 然後再加上 有時候我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部分 我會很迷惑 我不知道你們在講哪裡 我不知道 就是 我就找不到 你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覺得自己能走 啊怎麼吸那麼多人走 什麼 你還是可以 你還是可以 這位 三方不敗 方方不敗 我沒有覺得他好像要死 嗯? 結束了嗎? 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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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太簡單了吧 欸? 結束了 笑死